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出色表现 肖战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他出席了米兰时装周 并得到了国外几十家媒体的全程报道 甚至外媒都把自己的艺人放在了肖战的身后 给予了他极高的认可和赞誉 此外 肖战还登上了世界趋势第二位 成为了时装周上最大的关键词 这无疑再次证明了他的国际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肖战的专访在海外播出后 外国粉丝纷纷表示被他的清醒自知 真诚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所打动 他们认为肖战不仅带来了快乐和演技 还传递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向上的力量 这种积极的影响也让更多人开始反思自己 并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总的来说 肖战在海外访谈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他的实力和魅力 他的四大成绩不仅惊艳了众人 也让他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未来 我们期待肖战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 肖战在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尚说自己未来会继续加油 作为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嘉宾 一起期待肖战让青春的光芒 肆意放射 青春年少 不负韶华 肖战摘得 年度全媒体关注度巨星的硕果 认真钻研每个角色 塑造一个又一个精彩人物 期待他未来能带来更多的惊喜 超喜欢颁奖文案用丰富的共情感染力 获得观众的赞誉 用才华和勤奋 不负信任 不负所托 恭喜实力派演员肖战 耳中所听恍若你 心知所向是指你 目光所及除你之外 尽是荒野 将一个人物从少年到中年的变化 演出岁月感和精力感 不靠装造靠演技 需要有超强的共情能力 表演层次分明 且真实流畅 丰富的共情感染力 演员肖战实至名归 一路陪伴 一路尖叫 一路见证成长 你说的话都一一实现了 伟大的言强大的内心 认识你真的好 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正能量好演员肖战 他的每一次出演都能够给角色赋予新的生命 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演技深度 演员是要二度创作的呀 可以有烂戏 但烂不到你你才是好演员 认真揣摩每一个角色 他赋予了角色新的灵魂 这些角色遇到肖战真的很幸运 肖战在梦中的那片海里 饰演肖春生的突破有目共睹 为了练好北京话 他读剧本十作笔记写人物小传 为肖春生设计了不少表演细节 梦中的那片海 以24次上星轮薄 每次都有优秀的收视率 期待肖战新一年 更多更好的作品 《藏海传》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优秀表现 央六第九次播肖战的电影 从0.1开始长到0.83多 观众真的太喜欢看猪仙了 观众员好厉害 期待你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近日 青年演员肖战 再次展现了强大的巨星效应 可以说让人叹为观止 以肖战代言品牌猫人为例 肖战帮助猫人 直接登上了品牌行业的顶峰 肖战的带货能力是首屈一指的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本人就是顶级明星 有这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也是情理之中 据悉 肖战的巨星效应令人惊叹 直接帮助代言品牌猫人 登上行业顶峰 其实这也在意料之中 记得猫人官宣肖战的时候 在很短的时间内 全平台销售额就破亿了 品牌所有库存都清空了 收银系统也被破坏了 这样的壮举是罕见的 对于肖战来说 在肖战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作为顶级明星 肖战在销售能力 人格魅力 感召力等领域独树一致 值得信赖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在评论区晒出了照片 这些都是粉丝们对肖战的权力支持和信任 事实证明 没有任何问题 支持肖战这么多年 肖战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让观众失望了 肖战踏实 努力 负责 谦虚 清醒 积极 每一个标签都是肖战成功的一个因素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之 我还是要为品牌送上我的祝福 这就是选择肖战作为代言人的结果 赚大钱 赚真钱 不假 希望肖战一切顺利 《残海传》剧组拍摄顺利 期待早日见到肖战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而那鱼奇葩是格外多 总是让人啼笑皆非 一直以来 那鱼百家纷争多 攀比多 但好歹要差不多同一个水平相比 否则高与低比较七五 低与高比较碰瓷 可叹肖战一个素人 在娱乐圈走出了一条不凡的巅峰之路 却也是一条不断被攀比之路 只想说 肖战之所以成为如今的肖战 从不与人比 只因强者直走自己的路 讲真 近期肖战好事颇多 电视剧品质盛典 肖战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但主演的 梦中的那片海 依然获得年度品质剧作的奖项 本人也获得年度全媒体关注度巨星的荣耀 真是可喜可贺 可见 好的作品 精彩的演绎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可以在央视等多平台一波再波 长胜不衰 也会成为获奖利器 不断掌获荣誉 所有的付出 皆出累累硕果 另外 新代言接连官宣 销量一如既往的强劲 让品牌乐开了花 可见 出众的实力 优秀的作品 带来的是不断高涨的人气 而肖战演绎 与人品双向的真诚付出 赢得的是大众真心的喜爱 和真情的回报 大众的这种喜爱 专一而长久 为肖战艺人独有 成为内娱独一无二的风景线 更成为席卷四方之风 助力肖战星药世界 以往 内娱明星 魏征高涉打破了头 而今 高涉魏征肖战抢红了眼 一家家高涉品牌 不断推出巨幅地广 你大你贵 我比你还大还贵还瞩目 比如近日Nars YS 他都推出了震撼人心的地广 可以说此起彼伏 接连不断 尤其是 他在上海太古里 连城长街的巨幅地广 成为大众打卡圣地 晒照晒视频 未然成风 由此可见 肖战不仅被高涉推崇 更成为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他一路险阻 一路辉煌 走出了自己的路 更走进了人心 无独有偶 央视近期又重播肖战五年前的 旧作《朱仙》 1905电影网 更是以这部旧作作为新版头 奇异不凡 这部小成本电影 却创收四亿 成为以小博大的经典 在央视前后播了九遍 每一次收拾都杠杠的 是挡不住的大众喜爱 央视特意以该片作为新版头 无疑是对该片想当当成绩的认可 是对肖战演绎的认可 而这是肖战五年前的旧作 所以更加期待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这才是肖战的巅峰之作 综上所述 肖战在商务上是代言界的天花板 在作品上基本全是大男主 扛剧扛收是扛赢收 成为剧作的强力保障 被众多大牌导演 优秀班底锁定 成为那于真正的巅峰存在 不知是否被肖战这不断的好事刺激 某些营销团队硬要不分青红皂白 把不同类 不同范围等等差距巨大的两部剧 绑在一起比较 不知已是Next Level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还是那句话 与人比 不如人 悦即碰瓷 只能是自取其辱 而肖战是强者 不问过往 只重当下 加油是常态 未来是开拓 走强者之路 开拓未有之路 每一棵参天大树 都曾只是一棵种子 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 才能成长为最好的样子 肖战如是 所有的精力都是财富 所有的好品性 丰富的学识 不懈的努力 都会变成格局 眼光 变成正确的选择 走向更好 更强要记住 严慢者贵 性柔者负 得后者望 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